朋友们好 继续学习金融工具 这节课先把金融工具重分类 给大家做一个说明 就是说我在前面谈到了 第二节里面是金融资产金融负债分类和重分类 因为重分类的内容是涉及到一些确认计量的事情 把确计量说完之后 大家理解的时候会好一点 所以现在谈 第二节里面的第三个大的问题 金融工具的重分类 第一个是金融工具重分类的原则 原则重分类只是针对于金融资产 金融负债是不得重分类的 对于金融资产要是进行重分类 肯定是通过合同现金流量测试的金融资产之间才能重分类 也就是说 致收取本金和尚未偿付本金为基础计算利息的支付吗 一定是这个 否则没有通过合同现金流量测试 你和贪于成本计量金融资产怎么进行重分类啊 分不了 这是说通过合同现金流量测试 那原则是什么 只有当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发生变更 那这个时刻才能重分类 如果管理金融资产业务模式没变 根本就不能进行重分类 我刚刚也说了 金融负债是不能重分类的 我们对于金融资产进行重分类 按照准则的规定 用的是未来适用法来进行会计处理 不能往前进行追溯 只能是以后说 以后去做未来适用 那现在未来适用就有一个重分类日 这个重分类日是说导致企业对金融资产进行重分类的业务模式 发生变更后的首个报告日期的第一天 就是我们比如说今天要决定 是个重分类日了 那看下一个报告期间的第一天 你比如说3月22号 要是这一天改变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就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嘛 那你下一个报告什么时候开始啊 4月1号的 就是相当于下一个日期呗 那如果说重分类的时间是10月15号 那下一个报告的 像一些上市公司那只能就说 下一年的1月1号了 18年1月1号 也就是说未来适用 只能是在下一个报告期里面才会体现这件事情 对于企业管理金融资产业务模式的变更 这种情况不多 也说了是一种极其少见的情形 一般的也就是讲企业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定了 不要是随意进行变更 不过我们前面也谈到了 比如说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就是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 那是不是贪运成本计量金融资产就一定不能往外卖 也不是啊 那你能说清楚就可以了 我总的目标还没变 那遇着点什么特殊的情况 卖一掉也没关系 所以就没有必要 一定要进行这种特别的充分类 那这里面说 什么样的情况可能会有 该变更源自外部或内部的一些变化 说必须有企业的高级管理层进行决策 有时呢 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并购 并购了 原来呢 我们对一类金融资产 可能是说 按贪于成本计量的 就是 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 但我们并购的这个子公司 人家这样的金融资产业务量很大 占我们整个这一类金融资产的大部分 他就是 经常以这种出售为目标 老是在进行买卖 那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可能把那个 贪运成本计量金融资产也改成 就是以供运价值计量且去变动技术 当起损益了 而是这样的一些情形 但是一定要经过管理层来决定 这才可以 要不然不能说轻易的 想变更就变更 金融资产品脑袋变了 明天一拍脑袋又变了 那不行 所以只有是当收购 处置或终止某一期业务线的时候 可能会有 例如 某银行决定 终止其零售抵押贷款业务 就原来有零售抵押的贷款 说该业务线呢 不再接受这个新的业务 现在就不接受了 并且呢 该银行正在积极寻求 出售及抵押贷款的组合 那这业务模式就发生了变更了 管理零售的业务模式发生变更 还有一点要注意 业务模式变更在重分类之前要生效 因为未来实用嘛 那你在 重分类日的那个时刻 才能进行会计处理 你比如说 银行决定 17年10月15日 终止零售抵押贷款的业务了 那你在 重分类日是下一个年度的1月1号了 18年1月1号 受影响的金融资产进行重分类 那就说在17年的10月15号之后 你不应再开展新的零售抵押贷款的业务 因为你已经把那个不做了 这才体现一个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发生了变更 我们再看例14-3 甲公司持有你在短期内出售的某商业贷款组合 甲公司近期收购了一家资产管理公司 乙公司 乙公司持有贷款的业务模式 是以收取合同现金流浪为目标 而甲公司决定 该商业贷款组合的持有不再是以出售为目标了 而是将该组合与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其他贷款一起管理 那我们整个都是收取合同现金流浪为目标 所以就可以把原来的 以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原来是属于收取合同现金流浪为目标吗 那我们把它就是改了 就不是出售了 现在我们取得这家公司是以收取合同现金流浪为目标 原来我们是出售的 出售比如当时以供应价值计量 企业变动技术当期损益 那现在就变成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了 这是属于发生了一些并购 为了和新进来的保持一致 当然新进来的被购买这家子公司的业务 肯定量是比较大 能够起到一个主导的 我们都想跟它一致 那现在不是出售不标了 把它变了 把原来的改成贪于成本计量 这么个概念 以下情形 不属于业务模式变更 那这些不算 说企业持有 特定金融资产的意图改变 企业即使在市场状况 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 改变对特定资产的持有意图 也不属于业务模式变更 这是原来贪于成本计量的 结果这家市场上不好 铺现了问题 我现在把它卖了一部分 但是我整个管理这一类的 还都是按照贪于成本计量 那你卖就卖呗 这并不属于业务模式变更 业务模式变更 一定是管理金融资产的目标 如果总的还是收取 合同签金流来 文物不要 那没有变 第二 金融资产 特定市场暂时性消失 从而暂时影响金融资产出售 影响影响呗 原来我说我一出售目标 现在卖不出去了 说我变了 那不是 因为你管理的模式 还是进行出售 所以市场暂时消失没关系 第三 金融资产 在企业具有不同业务模式的 各部门之间转移 那你那个部门可能是出售 那个部门呢 就说 现在是 以收取合同限定轮来为目标 他们之间转移不算 我们完全的都是 还是正常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由 关键管理议员来定的 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企业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没有发生变更 而金融资产的条款发生变更 但未导致种植确认的 不允许充分类 我们的充分类 前面也说过 是通过合同现金流量测试的三类里面 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发生变更才可以 别的都不行 都不会涉及到充分类的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 金融资产充分类的计量 三类 每一类都可以分成另外两类 那比如说第一个 以贪于成本计量金融资产的充分类 我们就可以把它分类为 以供应价值计量 企业变动 记住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还可以分类为 以供应价值计量 企业变动 记住当期水的金融资产 每一个都可以这样 只要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发生变更 就这样来处理 我看第一个 企业将一项以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重分类为 以供应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记住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那么这个应当按照 该资产再重分类置的供应价值计量 本身是以供应价值计量吗 账面加注于供应价值差额 记住当期损益 那你把原来的 贪于成本计量的账面价值给冲了 对于呢 新的重分类置的 按照 交易性金融资产来核算的话 那你反映到交易性金融资产呗 出现的差 记住当期损益 好 看一下教材的例四 16年10月15日 是改了 其变更符合重分类的要求 因此 贾银行呢 于18年1月1日 将该债券从以贪余成本计量 重分类为以供应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记住当期损益 那18年1月1号 该债券的供应价值是49万 所以确认的减值准备是6000 假设不考虑该债券的利息收入 那如何来进行会计处理假银行 因为已经把它重分类为 交易性金融资产了吗 以供应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记住 当期损益金融资产 按照供应价值计量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49万 把债权投资的账面价值给充了 那债权投资说 已经是确认了这个减值准备 一共是有6000 也就是说在此之前 他曾经是做过 借信用减值损失 带债权投资减值准备6000 我们现在既然充分类了 债权投资减值准备也充掉了 把账面价值充了吗 账面价值应该债权投资减去 债权投资减值准备 差额即当其损益 我们书上把它反映到 供应价值变动损益了 那就供应价值变动损益了 就说交易性金融资产 反正它的供应价值变动 那就既供应价值变动损益了 就放在这了 那再看下面的第二个 企业将一项 以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重分类为 以供应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我不说过吗 每一类都可以分成另两类 再说一下 要想进行金融资产重分类 一定是指 通过合同现金流量测试的金融资产 收据本金和尚未偿付本金为基础利息 的支付 这才可以 那这种情况 原来是贪于成本计量的 把它又分类为 以供应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数 其他综合收益 在前面曾经跟大家谈过 这两类的处理 都要都是债券投资的话 咱不说科目 整个的处理影响损益的都一样 比如说我们确认预期信用损失 的计算都一样 你再比如说我们算的利息收入 你到底用期出账免余格乘以实际利率 还是期出贪用成本乘以实际利率 都一回事 数字也都一样 不同的差在哪 那这一类呢 它是按照供应价值计量 要体现一个供应 另外呢 关于往信用减值损失计的数字一样 但是对于贪于成本计量 集中资产 用的是债券投资减值准备 但是我们以供应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记住其他综合收益的 这个减值在算的时候 是其他综合收益 那这是不一样的地方 好我们继续来看 应当按照该金融资产 在重分类日的供应价值进行计量 因为它是供应价值计量属性 原账面价值与供应价值之间的差额 记住其他综合收益 本身不就说吗 其他债券投资 按照供应价值计量 供应价值变动 及其他综合收益啊 那叫其他债券投资供应价值变动 该金融资产 充分类 不影响其实际利率 和预期信用损失的计量 你只要知道我刚才所说的 这两类 损益的影响都一样 那肯定不会影响实际利率 预期信用损失啊 你怎么变 那些数字都是一样 我们看一个例题 A银行 于18年1月1日 以供应价值50个亿 购入一项债券投资组合 将其分类为 以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19年1月1号 将其重分类为 以供应价值计量 且去变动 记住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重分类日 该债券组合的供应价值 是49个亿 以确认的损失准备是6000万 反映了自初始确认后 信用风险显重增加 因此以整个存预期 预期信用损失来进行计量的 我们同样假定不考虑 利息收入的问题 那在进行会计处理时啊 我们要把它 原来是贪于成本计量 集中资产 现在重分类为 以供应价值进行计量的了 那其他债券投资 我们当然先要反映 一个供应价值呗 一定要让供应价值来进行反应 然后要把债券投资 肯定得给冲了呗 因为已经分类为 其他债券投资了 代方代债券投资 那对于其他债券投资 按照供应价值 计量有个供应价值变动 原来是属于50个亿 149个亿 那差了一个亿嘛 所以这里面就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债券投资供应价值变动 之后我们债券投资里面 当时是提减值 债券投资提减值啊 是债券投资减值准备 那可能也得冲了 如果说 那其他债券投资呢 会把它反映到 其他综合收益 信用减值准备 那就会有这样的分路呗 借方债券投资减值准备 代其他综合收益 信用减值准备 那就这样来处理 这不就形成了 原来是贪用成本 计量金融资产 现在把它重拾分类为 以供应价值计量 企业变动 记住其他综合收益 实际上就差这个东西 只是科目变了 因为我们反映的信用 减值损失的数字都是一样 那个不用在这做任何调整 所以只是把债券投资 账面价值冲掉了 如果这件事情 其他债券投资核算的时候 会有过供应价值变动 另外会有一个 其他综合收益 信用减值准备 六千 那等到后续 再进行处理的时候 你仍然可以延续 比如说 我们现在其他综合收益 信用减值准备 六千 那是个余额 以后再有什么信用损失的计算 正常该计算 以后可能增加 也可能减少 就是这个其他综合收益 信用减值准备 整个计算 跟原来的方式都一样 我们再看下面第二个 以供应价值计量 起其变动 记住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融资产的重分类 那这一类呢 也同样可以分成另外两类 那每一个都可以分成另外两个 先看第一个 企业将一向公运价值计量 且去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重分类为 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往这边分 一定要明确 这两类金融资产 损移的影响都是一样的 那你这样的 在重分类时 自然就知道怎么去做了 若应将之前 记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 或损失转出 不是按照公运价值计量 调整该金融资产 再重分类时的公运价值 并以调整后的金额 作为新的账面价值 视同该金融资产 一直以贪于成本计量 同样的 该金融资产 重分类 不影响其实际利率 和预期信用损失的计量 也就是说 这类金融资产 和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差别就是那个 公运价值变动的一块 你既然分成 贪于成本计量的了 把公运价值变动东西给冲了 你就这么个概念 我看一下教材的例五 16年9月15日 贾银行以公运价值 50万元购入一项债券投资 并按规定将其分类为 以公运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该债券的账面余额是50万元 17年10月15号 贾银行变更了 其管理债券投资组合的业务模式 其变更符合重分类的要求 因此贾银行于18年1月1日 将该债券 从以公运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分类为以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那就往这边分了 18年1月1号 该债券的公运价值是49万 以确认的减值准备是6000 假设不考虑利息收入 那在进行处理的时候 把债权投资 其实你可以恢复到原形 原来有多少余额就反映到多少 就完了 因为我们知道债权投资的余额 和其他债权投资 他们差的是什么样 那个供应价值变动 那就是 你把它一冲了就回到最开始 我们不说了吗 你要有供应价值期末的 那是跟债权投资的余额反映的 肯定是其他债权投资 供应价值变动的数字吗 跟余额去比吗 那你一共是1万 其他债权投资 当时那原来反映的那 其他债权投资成本是 50万 由于供应价值分类的时候 是49万不差1万吗 那你把这个供应价值变动充了 肯定就回到这个数字 债权投资50万 之后 我们原来的是这样的 有其他债权投资 供应价值变动 然后还有反映到 其他增加收益 其他债权投资 供应价值变动呗 既然已经是债权投资 不是按照供应价值计量了 就冲掉了就完了 之后呢 再有就是其他增加收益 信用减值准备 原来是通过那个反映的 我们现在要变成贪于成本计量的 肯定是债权投资 减值准备 按这个来反映 实际上这就是他的一个处理的过程 或者说 你再考虑 就是把其他债权投资 开始取得时是 50万 贪于成本计量的债权投资 那也反映到50万吗 这样做一个分路 把它呢 原来的是属于 供应价值变动 接到其他增加收益的这两个进行对冲 其他债权投资供应价值变动 再其他增加收益 其他债权投资供应价值变动 再考虑到我们减值的这一块的充减 因为减值原来是其他增加收益 我们现在要反映到债权投资减值准备 也可以 或者说按照我们前面谈到的 要调整成贪于成本计量 是从一开始贪于成本计量 那就没有问题啊 按照财于成本 债权投资就反映的是50万 这都没问题 再看下面的第二个 企业将一项以供应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重分类为 以供应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也可以啊 那两个都是供应价值 肯定呢 要新的也是供应 但是呢 原来是属于 呃 其他债券投资 我们原来反映的 有一个其他综合收益 那既然这个已经终止了 已经变了 那我把它转出去 到当期损益 还是体现供应 我们看一下例题 A银行 于18年1月1号 以供应价值50个亿 购入一项债券投资组合 将其分类为 以供应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19年1月1号 将其重分类为 以供应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重分类日 该债券组合的供应价值 49个亿 以确认的损失准备是6000 反映到自初始确认后 信用风险显著增加 因此以整个存余期的 信用损失来进行计量 不考虑利息收入的会计处理 那我们在进行会计处理的时候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 49个亿 代方其他债券投资 49个亿 然后你就把 原来的是其他债券投资 涉及的其他综合收益 都转投资收益就完了 因为这个是已经结束了 即当期损益吗 就相当于把其他债券投资 我们认为出售卖了一样 卖了当然就影响了 当期的损益 那其他债券投资 原来在核算的过程中 有两个 一个是属于供引价值变动 反映的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单线投资供引价值变动 另外呢 原来是提过信用减值准备 提减值 那当时是借记 信用减值损失 在其他综合收益有6000 所以把这两个的都冲了 我们一个是冲的借记 其他综合收益 信用减值准备 再有一个 供引价值不下降吗 原来是其他综合收益 在借房 冲他 代房 代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债券投资供引价值变动 然后一次的能把它转到 投资收益里去 这就是他的一个处理 你一想就应该想到 应该这样去做是合适的 第三 以供引价值计量 起其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的充分类 那我们这一类 同样也可以分成另两类 一 企业将一项 以供引价值计量 起其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重分类为 以贪于车门计量的金融资产 往前去 说应当以重分类日的供引价值 作为新的账品余额 这个打不回到原型了 不像说 其他债券投资 和债券投资 这两者之间的重分类 因为那两者之间 就差供引价值变动处理不同 别的都是一样 损失的处理 减值的处理 都是一样的 利息的处理都一样 但这个就不是了 原来是以供引价值计量 起其变动技术 当期损益 我们不可能说 把它都打回原型 按照最初参与成本的数据 进行反应的不合适 所以重来 A银行 于18年1月1号 以供引价值50个亿 购入一项债券投资组合 将其分类为 以供引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19年1月1号 将其重分类为 以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重分类日 该债券组合的供引价值 是49个亿 12个月预期信用损失是4000万 假定不考虑 利息收入的会计处理 那这种情况 完全就是按照一个账面价值 来反映了 重分类日的供引价值吗 那是多少 就按照多少来进行反应 借方债券投资 债方代际 交易性金融资产 49个亿 那我们作为债券投资了 因为要考虑 预期信用损失模型 就要考虑提减值了 那如果说 现在确定的这个数呢 是4000 借方信用减值损失 代方债券投资减值准备 你原来不提减值 原来说 以供引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技术 当期损益金融资产 是不提任何减值准备的 但是变成债券投资了 肯定要提 再看第二 企业将一项供引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技术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重分类为 以供引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技术 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那应当继续以供引价值计量 这个金融资产了 继续的呗 但是呢 如果说 要是以供引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技术 其他综合收益 它会有一个提减值的问题 这个要考虑 被银行于18年1月1号 以供引价值50个亿 购入一项债券投资组合 将其分类为 以供引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19年1月1号 将其重分类为 以供引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这不是这样的分类吗 重分类日 该债券组合的供引价值 是49个亿 12个月 预期信用损失是4000 假定也是不考虑 利息收入的会计处理 那我们把交易性金融资产 49个亿 转到其他债券投资里面去 两者都是一个公运 转过来了 下面就是 因为对于其他债券投资 现在预期信用损失模型 说是我们要确认 损失准备4000 那就是借记 信用减值损失 带方其他综合收益 信用减值准备 预期确认损失准备4000 我们看一下金融资产的 后续计量 对于金融资产 有贪于成本计量的 金融资产 由于供引价值计量 且及变动技术 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我们主要就是说 有债务工具 权益工具两大类 什么样的情况下 是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就说通过合同现金流量测试了 是本金加利息的支付 然后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是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我这反映 什么属于以供引价值计量 且及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了 这种情况 同样呢 也是本金加利息支付 通过合同现金流量 和测试 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既出售 又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 往这放 那如果说 我们要是其他的模式 通过合同现金流量测试了 管理这项金融资产的目标 我就是出售的 那以供引价值计量 请进变动 记住当机随意金融资产 后面再说 如果说 就这一类 以供引价值计量 且进变动 进入当机随意的金融资产 要是没有通过合同现金流量测试的 不是本金 加上利息的支付 都得放这 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对于股权投资 我们可能会指定 把它指定为 以供引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记住 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那股权投资 没有指定的 又不是长期股权投资 核算的 都得反映到 以供引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记住 当机损益金融资产 我们看后续计量 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后续就是贪于成本 贪于成本实际上 在报告上体现的 是要把提的 简直准备给扣了 那接下来的呢 后续都是供引价值计量的 这个没问题 都是供引价值 你本身说 以供引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记住当机损益 或者记住 其他综合收益吗 我们再看是 对损益的影响 再看对其他 综合收益的影响 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什么时候影响损益呢 算利息的守护影响 利息到底怎么算 是用账面余额乘以实际利率 还是贪于成本 乘以实际利率 那得看它简直没简直 只要没简直的 我们算的时候 都是期出账面余额 不要扣掉简直准备 期出账面余额 乘以实际利率计算 那如果说 购入之后 已经发生简直了 再之后是期出 贪于成本乘以实际利率计算 那其实 我们像其他战券投资 也都是一样的 这些都相同 那如果说 购入 或原生的 以发生信用简直的 这种情况 再算利息的收入的时候 那是期出贪于成本 乘以经信用调整的实际利率 如果万一考试有 经信用调整的实际利率 一定会告诉我们 这个大家放心 然后再有简直 简直寄到资产简直损失 是吗 不是 什么呀 寄到信用简直损失 那我们利润表上 也单独有此项目 所以不是说 资产提简直 都放到资产简直损失 金融工具 那叫信用简直损失 因为金融工具里面 想还有一个 金融负债的简直 你叫资产简直损失 那怎么行 何况它是预期信用损失模型 信用简直损失 这会影响 那代方债券投资 简直准备 或者坏账准备 你应收账款 贪于成本计量时 就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 都一定是贪于成本计量 金融资产 还不一定 你同样也得看 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它就可能是别的 然后有外汇的利得和损失 比如说 贪于成本计量金融资产是外币 我们买的是美元的债券 那这一部分呢 会影响正常损益 比如财务费用 还有终止确认产生的利得和损失 把它终止了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最后影响投资收益 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与其他综合收益 没有任何关系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 以供引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寄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那初始是供引价值计量 相关费用也都寄进去 后续的也是供引价值计量 那这一类呢 要影响损益的啊 就是说债务工具 实际上和贪于成本计量金融资产 完全一样 我们前面也说过这个问题 利息收入的计算 减值的计算 外汇利得损失 终止啊 影响呢 这些也都影响损益 但是呢 这一类 说是影响其他综合收益 是有的 因为我们是说 平时的供引价值变动 要反映 反映到其他综合收益里 那最后的其他综合收益 等终止时 再把它转回至损益 有这么一件事情 我们别出问题 然后是以供引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记录其他综合收益的 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非常特殊 后续也是供引价值计量 影响损益的 只有正常股利收入 就是那个股利收入 不正常的不行 你说明显的 股利是代表投资成本收回 不让 必须正常的 只有它影响损益 那影响其他综合收益的 供引价值变动 放着 那如果说涉及到 有一些外汇的 那你汇兑的一些差额 那也都是放 其他综合收益 都不让影响损益 即使把它终止确认了 其他综合收益 都不让转回至损益吗 要转到留存收益 这是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之后就说 以供引价值计量 且及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 集中资产 而这一类呢 当然在处使计量时 发生的交易费用 要寄投资收益的借方 不能把它 进入到成本里面 后续的也是 供引价值计量 它的供引价值变动 寄到供引价值变动损益 影响损益的 供引价值变动损益 这是影响吗 那如果说有外汇的利益损失啊 我想在外币折算的时候 大家会看到 比如说买卖的外币 作为以供引价值计量 且及变动 技术 当期损益 金融资产了 那汇率的变动 价格的变动 我们不再分了 都把它反映到 供引价值变动损益里面去 终止确认 如果卖掉了 售价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呢 也会影响到 投资收益 是当期损益吗 我前面谈到这部分内容时 也说了 不用说把原来的什么供引价值变动损益 再转到投资收益 用不着这个了 当然这一类金融资产 与其他综合收益 没有什么关系 这就是关于它的一些后续计量 我们一起看一个多选题 下列各项中 应当记入 发生当期损益的有 18年考试的题目 A 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形成的负债 在结算前资产负债表日 公允价值变动 这是说关于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我们知道应付职工薪酬 是按照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公允价值计量 那它的一些公允价值变动 我们可以记得当期损益 B呢将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 从分类为金融负债时 公允价值与负面价值的差额 就说原来我们是属于权益工具 这样的金融工具 现在把它分类为金融负债了 那咱们知道金融负债 它呢应该是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把权益工具给充了 就是说你原来权益工具的账面价值给充了 那这一部分 差额呢要反映到资本工具的股本一价 不影响损益 C 以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时 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之间的差 那这部分我们前面看过那个例子 要计当期损益 比如反映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里面去了 D 自用房地产 转换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时 公允价值小于原账面价值之间的差 那这个即公允价值变成损益 它也是影响损益的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了 就是说非投资性房地产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 你不要说看完之后 肯定是其他中额受益 只有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 比原来自用房地产的账面价值高 才会形成其他中额受益吗 如果低的话 那肯定也都是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吗 所以这个ACD这几项是正确的 我们下面看一个计算分析题 这个题目呢是18年的题目 18年的考题 我们先看看这题的其他有关资料 要求 然后再看具体题目 其他有关资料说 假公司对丙公司和丁公司不具有控制 共同控制和中大影响 那告诉说 不要去想长期股价投资核算的事情 第二 假公司按实际净利润的10% 计题法定盈余攻击 不计题任意盈余攻击 第三 不考虑税费及其他因素 邀请的第一个根据上述资料 编制假公司与购入持有及处置丙公司股权相关的会计分路 就是说丙公司股权的事情 那第二根据上述资料 编制假公司与购入持有处置丁公司股权相关的全部会计分路 第三 根据上述资料 计算假公司处置所持丙公司股权及丁公司股权 对加209年度净利润 和那209年12月31日所有者权益的影响 我们看这个题目 207年7月10号 假公司与乙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 以2600万元的价格受让乙公司 所持丙公司2%股权 同日 假公司向乙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是2600万 丙公司的股东变更手续办理完成 受让丙公司股权后 假公司将其指定为 以供引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进入其他松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207年8月5号 假公司从二级市场购入 丁公司发行在外的股票100万股 周战丁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的1% 支付价款是2200万 另支付交易费用是1万 根据丁公司股票的合同签金流量特征 及管理丁公司股票的业务模式 假公司将购入的丁公司股票 作为以供引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进入当期随移金融资产核算 207年12月31日 假公司所持上述丙公司股权 供引价值是2800万 所持上述丁公司股票的供引价值2700万 208年5月6日 丙公司股东会批准利润分配方案 向全体股东共计分配了现金股利是500万 208年7月12日 假公司收到丙公司分配的股利10万 208年12月31号 假公司所持上述丙公司股权供引价值3700 所持上述丁公司股票的供引价值2400 209年9月6号 假公司将所持丙公司2%的股权予以转让 取得款项3300 209年12月4号 假公司将所持上述丁公司股票全部出售 取得款项是2450万 这么一个题目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丙公司指定什么了 以供引价值计量 且去变动记录其他综合收益 因为毕竟是2%的股权 所以就是要注意 这一类金融资产 那只有股利的正常收入 才可以影响损益 别的都不行 那我们继续看一下 第一个207年7月10号 购入的丙公司的股票 借方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也就是说 以供引价值计量 且去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是通过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来反映成本 代方代银行存款 我们在取得时也是要关注 取得时有没有实际支付款项中 应收鼓励的问题 那如果有所谓应收鼓励反映 要是所含的话 还有关注当然交易费用 交易费用 我们这一类交易费用会进成本 但是说以供引价值计量 且去变动 寄入当期损益的 那交易费用寄到投资收益里面去 就是这些不要出现什么任何问题 而这个题目 支付的款项就2600 没有谈到支付款项中含有股利 也没有涉及到一些交易费用 所以这好办了 就2600 然后呢 后面就是要看它的 供引价值的变动这个情况了 那品公司股票 到207年底的 供引价值2800 所以我们接下来再往下看 供引价值变动 那寄到其他综合收益里去 借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带其他综合收益 你要写明细的 也就是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供引价值变动 你不写也没问题 2800跟2600 上升了200 那借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带其他综合收益200 然后208年5月6号 我们应该能够得到10万的鼓励 就说这类投资 鼓励收入会影响损益 别的都不会影响 这样呢 208年5月6号 那边宣告了 我们可以借应收鼓励 带投资收益 10万 208年7月12号收到了 这都很正常 简单的事情 借银行存款 带应收鼓励10万 然后再看208年底 供引价值变成372了 原来207年底是2800 现在变成372了 372我们当然了 又是有一个供引价值上升400倍 借方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供引价值变动 带其他综合收益400 是这样的 2009年5月6号卖了3300 借方银行存款3300 代方的代计其他综合收益成本里面 我们最开始2600 整个供引价值变动了两次 大家会看到一共是有600 一个200一个400 充了 那售价跟账面价值之间的差 有100 按照10%盈余攻击 所以盈余攻击10万 利润分别 分别利润90万 售价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吗 那你要寄到留存收益 也说过不让它继续影响损益吗 我们要把原来的其他综合收益 也同样的要给它转到 那留存收益 所以会有借记其他综合收益600 代方盈余攻击60 利润分别为分别利润540吗 一个是11% 一个90% 这就是以公赢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核算 我们接下来再看下面的 丁公司的这个股票 2200万够的 另支付交易费用1万 实际支付的款项中 同样没有涉及到股利的问题 那就没有应收股利 带银行送款22001万 交易费用反映到投资收益界方 就是说交易性金融资产 取得时的交易费用 不能进成本 这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里面是2200 在207年底时 按照供引价值计量吗 那丁公司的股票供引价值2700 2200跟2700会有一个500的变动 208年底呢 2400它就下降了一个300 反正你都调到呗 某一个资产负债表率的供引价值 那一定是这样 然后208年底是这么多 最终卖掉的时候2450 所以这一步 看一下啊 207年底 借房交易性金融资产 供引价值变动 代供引价值变动 随意 那就说 2700到2700 500 上升了 借到供引价值变动损益 208年底呢 下降了300 那借房呢 借记供引价值变动损益300 代交易性金融资产 供引价值变动300 就是这个呗 然后在209年12月4号 我们出售 售价银行存款2450 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成本 是2200 供引价值变动是200 因为一个上升500 还有个下降300 那一共是200 200相当于上升的呗 出售时的账面价值 那是2400 售价2450 投资受益50 也说过 不用把原来形成的供引价值变动 随意转投资受益 那接下来说 这件事情 对209年净利润的影响及格 我们丙公司股票 209年 你会看到 根本没有影响净利润 因为209年 卖的时候是反映到留存收益了 那当然我们的题目呢 还是说让你判断影响所有的权益 影响所有的权益 售价跟账面价值差 这100是影响所有的权益的 而其他综合收益 要转到盈居攻击利润 分配位分配利润 它都是所有的权益 对所有的权益总是没有影响 也就是说 丙的股票 出售的时候 209年 它影响所有的权益 是100 但是没有影响净利润 我们这里面 盯的这一块卖掉的时候 影响损益了 50 但是影响损益 也会影响所有的权益 所以让问 对209年净利润的影响的金额数 那50 对所有的权益影响多少 丙公司影响100 那这个呢是50 影响损益也是影响所有的权益 这没问题 那等150 比如这个题目 这节课 给大家 介绍的内容 就说 充分类 金融资产充分类 每通过合同现金流量测试的 每一个都可以充分类 另两个 其实也不用那么背 你能正常就找到一些感觉 比如说 像其他债券投资和债券投资 这两个其实很简单 因为它就差那个 供应价值变动的问题 你给它处理好了 如果供应价值跟供应价值的 那两个都是按照供应价值反应的 那有什么特别的呢 当然只是说 要原来是以供应价值 计量企业变动 技术当机损益 我们充分类为 以供应价值计量企业变动 技术 其他综合收益的话 可能要考虑 充分类日识 有一个预期信用损失 这个给它补上 那不就这个概念吗 之后就是 后面谈到了 18年的考试的题目 这个题目 其实并不是很复杂 像我们考试 有这种题目出现了 那你尽量要得满分才对 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